您正在收看的是新西兰报 中心之窗试点 天上最美是圆月 人间最美中秋节 秋水长天共一色 花好月圆人团圆 2023年8月30下午5点30分 在惠灵顿国会大厦宴会厅 由新西兰华人社团联合会黄伟章会长 在新西兰首都政府国会大厦 宴请新西兰中外嘉宾 庆祝华人传统中秋佳节庆祝晚宴 展现了新西兰华人 在新西兰的地位的历史变迁 此次晚宴 由新西兰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 黄伟章先生倡导并倾情出资 黄伟章先生首先致辞 很高兴来到威廉顿见大家 热烈欢迎前来参加晚宴的 各位嘉宾与朋友 他还讲到 新西兰是一个世界移民国家 容纳多元文化 有50多种民族 其中我们华侨华人 也是新西兰大家庭成员之一 为了庆祝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我们在国会大楼宴会厅 举办庆中秋节的活动 为华侨华人与主流社会 及其他民族和平 团结和谐共处 执子平台更好互相沟通 互相交流 增进友谊 王跟华代办 首先代表正在国内休假的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王小龙大使 向大家致以最美好的节日祝福 基督城合影总领事出席了晚宴 当晚致辞的嘉宾还有 新西兰众议院副议长 欧哈瑞尔议员 Greg O'Connor 国家党议员 Honorable Paul Goldsmith 阁下 新西兰慈善总会主席 彭航影评 Palmester North市长 Grant Smith 国会议会前副议长 Rose Robson 乌伦华侨会所会长 David Tia 应邀前来参加晚宴的 200多位嘉宾中 有国会副议长 国会议员 和市议员 新西兰南北岛华社侨领 族裔社团领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奥克兰总领馆 工党国家党代表 以及其他族裔的朋友 欢聚一堂 相互尊重 和谐友好之情谊 在典雅精美的西式晚宴中 得到绵延升华 新西兰南北岛华社侨领 一族社团领袖 以及其他族裔的朋友 欢聚一堂 共度中秋佳节